怎樣去阻止鐵生瘦呢?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用一些東西蓋住它 它接觸不到氧氣和水 不怕生瘦 蓋住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油漆 鐵橋或是路軌的 通常就是油漆 第二就是Grease 就是用一些油脂 肥油這些 有時候有些工具 它本身都要潤滑的 會塗些油上去 另一種就是用另一種金屬去包在鐵外面 例如可以用星 它包它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將它浸在一些融化的星裏 加到很熱,令它升溶了 接著就浸了一塊鐵 就像我們用蝦點豉油一樣 例如它會用來做屋頂的 例如它這裡這些 它做這些屋頂 它這些屋頂 它叫做Corrugated Iron 其實所謂Corrugated 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所謂Corrugated 它本身是有很多層的 其實它本身 就是一片片一片片的 有很多層的 跟這個防瘦 我們沒有關係 防瘦最重要是因為它填了 一些星在它的外面 填了它的外面 為什麼它會用來 就是因為那個星 就會先跟Oxygen 它們去反應了 反應了 變成了這個星的Oxid 它是硬的 它不是軟 不會脫的 不會像氧Oxid一樣 它會硬的 變成了一層硬的 包住了氧 就保護了它 這個點它下去 是其中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所謂Electroplate 它是怎樣做的 它是這樣做的 那樣 例如這一塊 它是我的鋪 我想填一些星 我用這種 鋪的解放在那裡 然後我們 加一個電池 就把電池降了,這些氛兔會跑到這邊 這類星的鋼子是正的,吸引在乎方面 在那邊就拿到氛兔,變回MO的氛兔 於是它就會黏著它在這塊東西的外面 到底什麼時候要用這類氛兔 什麼時候用這個像,就可以加進去 我們看它們的效果的分別 這個叫Hot Dip, 其實是比較粗粗的 這個叫Galvanizer, 其實就是Electro Plate 你看到是很光滑的 所以它的不同的用途 當你這樣點, 就簡單快捷, 但做出來沒那麼漂亮 所以就會用來做屋頂 而這個它需要做出來的平滑很漂亮 就用來做一個車的車身 例如這裏這樣, 你要很漂亮, 車要靜度很滑 屋頂沒有人理會你的 這就是Galvanizer, 其實它是統稱的 總之你在Iron外面, 加一些星上去 用一塊星包裹它, 就叫Galvanizer 例如我們還有一些食物罐頭那些 罐頭那些, 它都外面用Tint去包裹它 都是用Electro Plate 就是比較光滑, 比較漂亮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拿些東西包裹它 無論你用什麼方式都好 第二種方式, 就是用另外一個Metal去作為一個犧牲品 例如它為了阻止Iron去犧牲的話 它就加了一些Metaleseum在附近 即是放一塊Metaleseum在附近 那塊Metaleseum, 它會先放了一些Electron出來 那Lobin Oxygen就得到了Electron 然後就保護了, 令到Iron不會放Electron出來 於是那塊Metaleseum慢慢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當然, 如果沒有了之前, 一定要再放另一塊 這個就叫做Sacrificial Protection 即是犧牲的一種保護 一犧牲了Metaleseum去做